首次上稿14.36分更新时间18.08分 记者王定撰新北报道 TVBS主播秦林谦前年间被前夫吴炳辉带征信社 拍到和小鲜肉安德烈共处 他签下协议书赔偿190万元并离婚 换取前夫不提告 并要求销搜证资料 不料事后 秦的前公婆却已握有光碟向秦女勒索250万元 新北帝愿意恐吓去财未遂罪 判前公公无心仓5个月 婆婆蔡新乐8个月徒刑 检警调查 前年9月底 吴炳辉带征信社人员杀进安德烈为住处 拍下画面及照片 秦吉安德烈因而签下协议书 承诺各赔偿190万元 换取吴炳辉不提告 并约定相关搜证资料不能外泄 辅金款项后要马上销 秦灵签一约旅行 前公婆却于同年11月间杀到T台建主管部城 敬请秦的同事转达主管 声称握有光碟 要求协调秦女赔偿婚礼等费用250万 当日下午 两人又跑到秦女友人工作处 同样又说有光碟 要求给250万 枪声 她态度没有 我就全部给电视台了 播了 她就身败名裂 等 不仅如此 蔡新月在接下来两天内 还二度播电话给秦的友人威胁 把该付的钱付一付 东西就会排 再来没有的话 你等这个公布出来 希望她还是好好想 我们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现在说250 可以拿出奶的诚意 要分几期 秦报警处理 无 蔡便称是秦骗婚 才会要求秦女赔偿结婚费 房租 家具及停车费等 没有恐吓言辞 何一廷不采信 认为双方婚宴及夫妻同居衍生费用 秦都有负责分摊 家具也是一起使用 两人明显是利用秦女身为公众人物 不想个人的不明律私事遭揭露 从中恐吓获取更多金钱 犯后又搅事犯行 毫无悔意 耗费司法资源 恶性非轻 可上诉